回到新聞時間 澳門路環化電廠爆炸 政府官員昨天乘坐巴士 去到各區巡遊宣傳政改 但沒有下車和市民接觸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解釋 官員不下車是不想引起混亂 他認為活動已經達到宣傳的效果 梁蘇婷報導 政改三民組昨天率領三十多個政府官員 坐巴士走訪多區宣傳政改 不過全程只是坐在巴士上揮手和喊口號 官員都沒有下車接觸市民 鼻子離地即是不貼近民眾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就解釋 是不想引起混亂 平和過最近發生的情況 包括在美孚當晚的情況 我們也不希望在宣傳活動的時候 產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甚至是有人受傷的事件 我相信沒有人會願意見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決定不下車 但是仍然可以做到一個目的 就是可以引起更多的市民 留意到政改這個工作 他強調昨天的活動不是做秀 不希望持不同意見的團體 理性地表達意見 不過面對泛民今天起 展開反待著先駕宣傳活動 袁國強則批評 泛民只得把口 卻懂得喊政治口號 他們到現在都沒有說到 究竟如果他可以令到831撤回的機會 實際上有沒有先 這個是一個政治現實 這個是要向市民交代的 若然是沒有的 純粹是一把口說我要撤回 這件事對香港有什麼好處呢 袁國強就認為 政府已經提高政改方案的民主成分 和競爭性 質疑表明否決的泛民議員 除了發動撕裂香港的抗爭活動之外 就沒有交代有什麼方法可以達致普選 亞洲電視記者梁蘇婷報導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發表題為成人之美的網誌 希望反對政改方案的市民 不應該靠鬥人多鬥大聲 希望可以顧及各人的想法 作出最多人接受的抉擇 回六項報導 曾俊華在網誌說 行政長官和問責公員多次落區 向市民介紹政改方案 覺得支持和反對方案的市民 都希望在聲勢上壓倒對方 甚至有些肢體碰撞 但他認為政改是所有香港人 需要共同作出的重要抉擇 亦都需要所有人共同承擔 又說雖則有不同意願 但不能只靠鬥人多鬥大聲和鬥大力 必須顧及各人的想法 作出最多人接受最少人受損的抉擇 他又說傾向否決方案的市民 因為不能在2017年 達到心目中的真普選 寧願先否決方案 曾俊華就反問 既然他們無論如何都要繼續爭取 為何就不能成人之美 先讓其他市民落實他們的渴望 社民連發起遊行抗議人民日報 在1989年發表社論 將當時的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 大約10個社民連成員 由西區警署遊行去到中聯辦門口 部分人手持標語和圖片 主席梁國雄 蕭偉社論已悼念六四死難者 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社論 將當時的學運定性為動亂 每天引發各大院校的學生遊行 最終觸罰六四事件 美國巴爾的摩有2000人示威 抗議一個黑人青年 被警員以武力拘捕後失救致死 部分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 並在乘機搶立店舖 林詠雄 天文台預測明天部分時間有陽 新聞報道完結 多謝各位仍然支持緊壓折新聞的觀眾 有緣再見 的姿勢 成縣 有聲 正確 於年